激光打标机安装步骤 1. 拆除激光打标机的外包装 2. 安装升降力柱 使用工具为M8内六角扳手 安装步骤为 1. 将安装有光路的升降力柱放至需要安装的位置 2. 使用M8内六角扳手 将配有的四颗M8内六角螺丝固定升降力柱 3. 注意事项 需对角来固定四颗M8内六角螺钉 3. 安装显示器 使用工具为十字螺丝刀 安装步骤为 1. 拆除液晶显示器的外包装 2. 打开固定在升降力柱上的显示器支架 3. 使用十字螺丝刀 将配有的四颗M4盘头螺丝固定显示器在支架上 4. 注意事项 需对角来固定四颗M4盘头螺丝 5. 连接显示器的电源线和信号VGA线 4. 连接接线 1. 连接机柜背面的机器总电源线 2. 连接机柜背面的脚踏开关接线 5. 开机 1. 一次打开 总电源空开 电源按钮开关 电脑按钮开关 激光器电源按钮开关 红光按钮开关 间隔时间为2至3秒 2. 等待电脑进入系统后 打开激光打标软件 3. 揭开镜头盖 以看见指示红光点为准 6. 打标操作 1. 在编辑栏 编辑需要打标的内容 对象有点、直线、矩形、圆、椭圆、文本等 2. 编辑好打标内容后 选择连续加工 2. 选择连续加工 3. 打标内容为 使量图10 在编辑栏选择 绘制使量文件 然后选择使量文件的路径 将使量文件导入激光打标软件 4. 打标内容为 打标内容为 未图10 在编辑栏选择 绘制未图文件 然后选择未图文件的路径 将未图文件导入激光打标软件 中文件导入激光打标内容 5. 调整打标内容的位置和尺寸 使其符合你所需要的尺寸和位置 6. 激光打标的参数调整 根据您所需要的打标效果来进行激光打标参数的调整 主要调整参数有打标速度、激光功率、激光频率等 7. 待调整好后,需要进行批量加工时,使用脚踏开关来触发打标 7. 关机 1. 待打标结束后,依次关闭 电脑在桌面上的开始菜单里关闭 8. 红光 9. 激光电源 10. 电源 10. 总电源空开 10. 盖上镜头盖,防止镜头被污染 8. 软件安装 前提 安装软件是针对自行配备公共电脑的客户的培训 1. 查看电脑操作系统为32位、温7 如客户需用64位温7或温8或温10等操作系统,需要在购买前声明 2. 在电脑上插入激光器打标机的USB线 开启激光器打标机按钮电源后,电脑界面上会提示找到新硬件 此硬件即是激光打标卡 3. 安装激光打标卡的驱动 在设备管理器下,显示的未驱动的未知设备 4. 按照步骤进行驱动安装 直至显示BJJCZ Device Laser Mark Control Border V1 USB 5. 激光打标软件为Copy版 只需要复制进电脑里即可使用 无需安装 6. 打开激光打标软件 无任何错误提示即表示激光打标卡驱动安装成功 首次打开出现同意接收本协议属正常现象 棋ation 是 这个 你是 在 Winston 你 你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